下面一个问题 他说我曾经多次去地狱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去的 去和回来都是一刹那 到那里不是凭自己想的 而是有很多四座 有时候是旧人 有时候不是旧人 到第一重海 看到那些吃人的怪兽太残忍 谁是伏腾的 人身上一丝不挂 地狱的惨况不能形容 这些事我似乎是无心去做的 但有些同修说 我不能往生 地狱是我的去处 请问老法师慈悲开示 前面跟你讲过 地狱不是普通人去的 一个是去地狱受罪的 你不是去受罪的 这你很清楚 那么你肯定是第二种人 第二种是菩萨 你现在虽然不是菩萨 你修的这个菩萨道 有这一点功力了 所以你常常能够去地狱 也不知道怎么去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来的 你说一刹大剑是对的 是没错 这个跟福在今天讲的完全相应 因为你到地狱 真的是菩萨身份去的 地狱的鬼王回来迎接你 有礼避的 又有接待你的 一去的时候没人接待 你看到这些地狱这些形象 完全是真实的 我们从世纹 在一切经里面 讲解地狱 有二十多种经论 我们把那些经文字录下来 把它编在一起 现在印成一本 就是佛经 诸经 一切经 诸经 佛舍地狱 极傲 你看看 你所看到的 是不是跟经上讲的一样 我想你这里提的继续 肯定是相同的 是一样的 你就知道地狱真有 那么你将来要有个使命 你的使命 不是说不能去西方 你肯定去西方基罗世界 你一定要发心 弘法立身 要受奖金正规的训练 现在人缺乏的 能力教育 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 父子关系不知道 你跟你父亲什么关系不知道 你跟你儿子关系 你也不知道 兄弟关系 老板员工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都不知道 是又大乱了 天下大乱了 不知道仁义道德 唯利是土 这好得了吗 三年前五百年前 孟子就讲得很好 上下教真理 其国为一 现在是全世界 全球上下教真理 这怎么得了 所以确实 很多有学问有道的人 忧心忡忡 都常常讲 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这种语气 就信心丧失掉 只有我们学佛的人 明了四世真相 了解之后 那我们就有责任 我们就有义务 一定要把 能理 道德 因果 佛经理的 这学科学 这无一样东西 要讲清楚 讲明白 要把它落实 这个世界就有光明了